八仙乐园彩色派对昨晚发生承报意外 活动负责人吕中吉讯后以新台币100万元交报 限制出境及住居 马上来听市林地检署的最新说明 本署昨晚得知新北市八仙乐园发生意外 即刻指派三名检察官前往康验现场并保全证据 并于今日下午询问5名被告后 因该活动受害人数众多 本署对该活动之主办人 与新被告预知交保100万元 转报业者邱姓被告及料姓被告 分别预知交保30万元 并对该三人限制出境 至于无姓公读生及审姓工作人员 则预知限制住居 本署将会积极调查该事件发生经过 以亲相关人士的行事责任 以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维护民众安全